終於到了加減乘搶 還有整數、份數、小數、百分比 炒一碟的時候 這些 topic 如果只聽我說就很悶 不如這樣吧,我就實戰一次給大家 大家如果遇到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可以在下面 comment 的部分 留個 message 給我 大家互動一點 看看這種方法可行不可行 第一條呢,很簡單 你看到這個數字,然後前面有一堆符號要先別快 看到這些,如果有很多個括弧的話 會從這個小括弧開始 然後算中,然後算大括弧 既然大括弧和中括弧 在現在都不需要用的話 我們先做個小 正負得負 這個就是負24.61 然後呢 就到算中了 那算中括弧呢 大括弧又沒有影響的 那中括弧呢 就負負 就得正 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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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會拿這個小數,把它變成一個份數 在這部分,大家都應該沒問題的 0-0.7就會變成-10分之7 然後,要比較這兩個數 最直接的方法,當然就是我們平時用的減法 其實呢,這次想說的呢,就是 除法都一樣work的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如果有兩個數,一個是5,一個是3 那你將它兩個除一除,例如 5 over 3的話,你會發現它們的比例 是 大於1的,如果你收拾了個5,大那個數在份子這個位置的話 那它們得出來的比例就會大於1的 如果份子和份母一樣,即是你兩個數都一模一樣的話 那我們會有等於1 那如果份子少於份母的話,那就會有少於1的 那我們拿著這一堆關係呢,就可以計算這條數 那為什麼會 有時又會用除,有時又會用減呢? 那看看你 哪個方便你呢?有時如果看到兩個份數 我們用減的話呢 那首先 份母這個位呢,要乘一次先啦 然後 份子也要跟著通份的 那所以左邊的份子又要乘一次 右手邊的份子又要乘一次 那就要乘三次了 那但是除呢,就不同了 例如,我這次 將 負7 over 10 除以 這個 負10 over 13 對啦 那第一件事就要 將這個 份子份母倒轉,然後將這個變成成 那就會等於 負7 over 10 乘以 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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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3 對啦 那7乘以13呢 就會等於91 然後負負 這個負和這個負呢 就有正 那就會變成 91 10乘10是18 嗯,這是一個很漂亮的數 但是 都是小於1 有見及此呢? 既然我們有這個關係 我們就可以說 負7,我們有小於1 小於1就是這個份子的這個數 負7 over 10 題目沒有負7 over 10 就是負0.7 我們寫這個 我們說 負0.7 是小於 負10 over 13 就是這樣 下一條呢 這條很簡單,熱身題的數目 又是負負得正,正負得負 那馬上來吧 第一件事 可以拔掉它盒 看看正負是怎麼變的 正5 正負就得負 負6 負負就得正 加2 負正 賠得負 Account 負負 賠負 負負 又在一起 然後就得出 正7 減6,減4,即是減10 答案就等於-3